太极拳五层境界已在哪一层 太极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块宝 是中华民族无数前辈们毕生的心血洁净 太极拳是以太极哲理为依据 汲取传统养生和积极智慧而编创的一种武术 习练者既能增强体质 既既防身又能修身养性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练习太极拳者已达数亿人 太极拳早期曾称为长拳 年拳 十三式 软拳 跨拳 清朝乾隆年间 山西人王宗岳驻太极拳论才确定了太极拳的名称 目前太极拳的牛派包括陈氏 杨氏 孙氏 吴氏 武氏 以及武当 赵宝等多种牛派 各派既有传承关系 相互借鉴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呈百花齐放之态 2020年12月 太极拳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 河北永年人杨陆禅从前与陈家沟陈长兴 并与其子杨建侯 其孙子杨成普等人在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 创编发展了杨氏太极拳 杨家三代的太极拳议事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有传着杨陆禅闯天下 杨班侯 杨绍侯大天下 杨建侯 杨成普传天下 近代太极拳会流传盛广 发扬光大 发展成为一门席恋者以达数亿人 传遍全球150多个国家的拳术 主要归功与杨家三代的推广 和还有一位完善太极拳理论的太极拳宗师吴宇湘 吴宇湘的传世论文有十三世行功要节 太极拳节 太极拳论要节 四字秘诀 申法八要 十三世说略等 被后世尊为武士太极拳的创始人 吴宇湘以气贯穿的武学理论 除了追随王宗岳的太极拳论之外 其个人特色最为强烈 影响后世武者最大的 就是他的气论 气字用于武术 虽然不是吴宇湘所独有独创 但是却可以说是完全发扬光大于吴宇湘 太极拳第一层境界 入门级 刚加入某门 某派太极拳 学习基本功法 学习太极拳套路 学习太极拳理论 刚接触太极拳的历史 学拳多年 无法练完套路 无法掌握基本功法 或者是在练太极操或者跳太极舞者 都是属于这第一层 太极拳第二层境界 助教级 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某门某派的基本功法 太极拳套路 太极拳基本理论 开始在学习太极推手了 已经开始在帮忙太极拳老师 指导新学员 太极拳第三层境界 高手级老师级 太极拳套路基本上都练得圆润流畅 势如行云流水 刚柔相继 在一些太极拳套路比赛都可以获得一些奖项 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太极拳经 太极拳论的知识原理如何分阴阳 虚实转换 八门五步 接力实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正确太极拳基本功法的训练后 身体的架构改变了 松开肩和松开胯了 获得了松沉静跟静 以静能得中 手中 用中 懂得一些太极拳推手和发进的功夫 普通人跟他推手都推不倒他了 太极拳第四层境界 大师级 完全掌握太极拳经 拳论的知识原理 太极拳套路已经练到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已经开始能以心形器 忽令沉着 乃能收敛入骨 能如太极拳行宫心结所描述的方式来练太极拳 推手功夫已经达到如太极拳论说的懂进阶段 如王正南穆志明所形容的那家拳功法的境界 犯者应手急扑 推手散手功夫 与人接手时 已经完全能做到如太极拳打手歌里所描述的境界 彭吕己安须认真 上下相随人难尽 任他距离来打我 牵动四两拨千斤 引进落空和吉出 沾连连随不丢底 太极拳第五层境界 宗师级 已经达到如太极拳经所描述的境界 气已古大 神已内敛 腹内松静气腾染 能以心行气 以气运身 行气如九曲珠 运进如百炼钢 无坚不摧 静如山月 动若江河 续静如张弓 发静如放剑 人不知我 我独制人 英雄所向无敌 太极拳推手赛手实战功夫 已经达到如太极拳论所形容的 阶级神明的境界 已经很难遇到同等级的对手 太极拳宗师们基本上都能发放外戚 凌空进 只是有些宗师们都很低调 一般不轻易试人 已经完全掌握了整个太极拳的训练体系 甚至能创造出自己的一套太极拳训练体系 卓舒丽说 已经有能力培育出无数的太极拳高手 太极拳大师级的徒弟 徒孙 门徒已经是逃离满天下 看完太极拳五层境界 你在哪一层呢 感谢你的观赏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好视频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我的频道